琳达接受姐姐温迪的邀请参加一场时装秀 因为今天是她女儿索菲进入模特行业以来的第一次主秀 她希望有人能和她一起见证 可没想到索菲竟在秀场上出了事 因为抢救及时 索菲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而通过检查 医生发现索菲的胃里有一些有毒物质 应该是来自某种毒蘑菇 比利和索菲种的是同一种毒 但遗憾的是米利摄入的量比较多 所以没能抢救过来 因为涉及投毒谋杀 所以重案组的丹妮和杰基警探被指派来进行调查 而因为索菲摄入的毒蘑菇药在服用后12到20小时才会发作 所以调查的重点就放在了昨晚为模特们举办的暖场派对上 同索菲的好友亚特兰大这里得知因为索菲是新人 所以她想不到有谁会想要杀她 毕竟她还没什么机会树敌 但米利就不一样了 几乎所有人都讨厌她 将毒蘑菇的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后 两名警探就对这起案件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幸运的是作为模特这种公众人物 他们平时一举一动都在聚光灯下 所以昨晚的派对被全程录了下 这给警探们的调查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可没想到还没等他们查看录像 竟有人主动跑来自首 本以为卡梅伦是来承认杀人的罪名的 可没想到他却说自己只是道歉 因为米利对他非常不好 一点点的小事就会破口大骂 昨天还用手机砸了他的脸 所以他就提出了辞职 可米利却不让他走 因为晚上的派对还需要他 但他实在是不想再伺候这个疯女人了 于是就趁着米利专注于派对的时候 从他的钱包里拿走了这段时间的工资 除此之外卡梅伦还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 他在宴会上看到多里安王索菲的食物里放了些东西 但具体是什么他就不知道了 听到这里两名警探不禁有些惊讶 看来凶手的主要目标是索菲 米利应该只是连带受害者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就得好好查查多里安了 虽然并不能排除卡梅伦的嫌疑 但在没有切实的证据能证明他与这件事有关之前 两名警探就先将他暂时释放了 之后他们就去查看了那卷录像带 而除了夸张而又虚伪的社交外 他们也看到了卡梅伦说的那一幕 多里安确实往索菲的食物里加了些东西 而那个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个蘑菇 比利看到后让多里安也给他的食物里放一些 可多里安却拒绝了 然而米利却并没有放弃 他趁着索菲和别人打招呼的时候拿走了他的食物 这家伙的目标原本是索菲 而米利只是个意外 得到这个结论后 两名警探就去找多里安了解情况 没想到女友还在ICU里生死不知 这家伙竟然还有心情在家里开派对 看来娱乐板块上所谓的金童玉女也就只能当个乐子看 将多里安带回警局后 警探们就对他进行了审讯 可多里安却说那些蘑菇是他自己吃的 他从来都没给索菲吃过 派对上的那个也不是什么毒蘑菇 而是他花两千美金买来的松露 况且那天晚上他给不少人都吃了那个东西 如果真是那玩意儿有毒 那其他人也早该出事了 然而多里安对索菲毫不关心的态度却很难让人不产生怀疑 而在丹妮的逼问下多里安也只好说了实话 原来多里安和索菲并非真正的情侣 他们只是炒作罢了 索菲需要他这个摇滚明星来提升曝光度 而他则需要索菲来为他打掩护 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女人 但他的粉丝却都是些小女孩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真相的话他恐怕会人气暴跌 不得不说娱乐圈的这些弯弯绕绕 让他们这种善于推测的警探都很难想到真相 就在这时多里安的那些蘑菇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他们只是迷幻蘑菇 根本毒不死人 虽然暂时还找不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但警探们决定还是先扣押多里安一段时间 毕竟他是目前最大的嫌疑员 而此时米利和索菲体内的毒蘑菇的检测结果也终于出来了 他们产自摩洛哥 并且是最近一个月内采收和销售的 于是警探们就调取了最近六个月内 从摩洛哥到美国的所有乘客名单 而很快他们就在名单里发现了哈里这个熟悉的名字 他是索菲的造型师 于是得到这条线索后 警探们就赶去了哈里的公寓 可没想到却发现哈里在家中自杀了 哈里的死掐断了警探们的线索 而为了搞清楚他和索菲到底有什么仇怨 两名警探再次找到了多里安 可没想到那次的摩洛哥之旅中竟然还有他一个 他是和亚特兰大一起乘坐他的私人飞机过去的 所以乘客名单里没有他们的名字 而哈里去摩洛哥则是为了给亚特兰大拍写真 于是得到这条线索后 警探们就去找了亚特兰大 可没想到却发现他正站在天台上准备往下跳 而看到他的样子两人也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估计给米莉和索菲下毒的人就是他了 你没有想到我什么样的 我已经25岁 我的生活已经结束了 我一直在13岁工作期间工作 我设计了几个节奏一年 但这一年 一节奏 我认为了要求你 我认为了要求你 你不想要出手因为那 我认为了让她写过 我认为了梁莉和索菲 我认为了让我写过 我认为了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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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过 我认为了写过 和现在 写过 那是我的事吗 看来 是不是你的事 我认为了写过 他写过了 我认为了写过 我认为了写过 我认识了这个宝贝尔在 Marrakesh 这个商店有这些蜈蚣 而 Harry不见我买了他们 但他拒绝了我 OK 我告诉他 如果他拒绝了我 我会说我们做了这一起 他死了因为我 他死了因为他死了 他死了因为他死了 他死了 他不是你的错 所以你只会走 走走 走走 找到了凶手后 琳达就将真相告知了Wendy 而经过了这件事 Wendy也开始重新审视现在的生活 他之前一门心思的想要培养女儿成名 因为他觉得这是为了她好 他想要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即使女儿小小年纪就要被禁染在名利场里 身边还全是些极端分子 他觉得人生有得有失 只要成为了人上人 其他的都是小事 然而他却小看了名利场的险恶 他也终于明白了琳达为什么一直都不认可她的行为 因为一个真正爱孩子的母亲 绝不会将她置于那种险境 也没什么比孩子能健康快乐的成长更重要 想开了这一点后 他和琳达的关系也终于得到了缓和 他之前一直堵着口气 想用女儿的成功来证明琳达的想法是错的 可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自己错的多离谱 而当他终于肯心平气和的和妹妹交流时 他也终于得知了妹妹对她的想法 他一直渴望能和姐姐更亲近一些 而为了给她留下好印象 这次的时装秀他还特意去奢侈品店 买了条自己根本负担不起的裙子 他连吊牌都没敢摘 因为他想着参加完活动就拿去退掉 然后一样 你今天真的这么久 你很久才她的确保 你知道了吗 你戴了吗 我戴了吗 我戴了吗 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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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